欢迎来到回老师说唱歌频道 你想要唱歌温暖、好听、又有气质 以下这三个重点你得学会 其实也是唱歌技巧的一部分 首先就是在唱歌时 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 歌唱发声一定是先有气、再有声 而且是积极的、非常积极的 用气力带动声带来发声 整个发声过程中 听觉感觉要有气感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世的路 想想着为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是气息带动声带的声音 是气在前、声在后 不管你个人的音色是怎样的 是薄的、是厚的、还是尖尖的 这都不重要 重点是你的发声 一定要有气感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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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 想、想、想着 在街角的咖啡店 在街角的咖啡店 再进一步给你描述一下 就是每句的开头 用气带声的感觉 我、我多么想和你一遍 我、我多么想和你 你听 你听 这样是气顶着声音出来的 而是用气带动发声的感觉 就是气感比较强的声音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世的路 同时在高音比较明显的地方 你的气要多给一点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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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听出来了没 它就是一个滑音 而不是直上直下 想象着 没我的日子 就是一个滑音 想象着 稍微练一练 你也可以做到 如果这种音形你处理不好 你就看一看我上面一期的视频 有一组关于音准方面的八个小练习 它可以帮到你 请你一定要记住 在歌唱时一定是气力来主导 如果你在发这个音时 不是用气力主导 声音就会硬一些 总之在唱歌时 一定要积极的用气力去发声 否则不但声音硬 还会累嗓子 唱歌很辛苦 也有可能会唱不动 唱不准 第二个重点来了 就是在唱歌时 你的咬字动作一定要缩小 同时是用流动的气息 积极的气力去完成 而不是嘴巴在咬字 就像这样 即使是在唱高音 也是要用气力为主导来发声 去咬字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这算不算相拥 我走过你走过的路 这算不算相逢 听到没有 要把你的咬字动态 要把你的咬字动态尽量缩小 我吹过你吹过你吹过你吹过的风 用气弹 再来尝试一下 把咬字的动态尽量缩小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这算不算相拥 接下来再说一说第三个重点 就是你要想唱歌温暖好听 还要很有气质 要保持一个非常整齐的咬字动态和空间 唱歌时的咬字是整齐划一的 也就是说 不管旋律音高怎样变化 你的咬字位置都不会变 就像我们日常说话时 它的原音 e a a o o 在口腔的位置都会动 都会变化 那在唱歌时 你要固定在一个位置去发出 就像这样 e a a o o e a a o e a a o 用在唱歌时就是这样 我走过你走过的路 这算不算相拥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这算不算相逢 就这么一个咬字状态 即使是整齐划一的 也应该是软软的松弛的 同时也是积极的气力带动下来完成的 那可能你要问 不管是发声还是咬字 都是要有积极的气力在配合 那气力该怎么用呢 所以啊 你要想唱好歌 一定要先学一些歌唱发声的基础技巧 在我的学唱歌专栏里都有讲到 从歌唱的呼吸 歌唱的咬字 歌唱的发声位置 以及高音如何上的去 低音怎样唱下来 还有歌唱的情感表达 都会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和练习 如果你真的是零基础在学唱歌 或者是有一点点基础 但并没有进行系统化的学习和练习 就请你订阅我的学唱歌专栏 十节课 每节课 练习三到五天 大概两个月左右 你就会为自己打下 良好的歌唱发声基础 那再听我今天讲的这些内容 你都会清楚明白 甚至很容易就做到了 好 祝你有开心喜悦的一天 我是回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 会比较快